通通都把它抓下來了 可是抓下來的資料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那個日期部分要如何刪除的問題 剛剛我剛剛是手動刪除 可是如果我今天不是手動刪除的話 如果我不是手動刪除的話 理論上應該會在底下 會有很多的這個日期的那一列出現 這個… 我剛剛已經把那個資料全部都刪掉了 我把重複的… 因為只要有一個檔案下載 它就會多一個欄位的名稱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刪除的話 其實一般習慣是這樣 你可以往下找 當然你可以Ctrl-F 當然有幾個方法 除了說排序之外 其實你Ctrl-F 有沒有 然後你用尋找 或者是說你可以全部尋找 全部尋找之後它會列個表 有沒有 那你列一個表特別注意 你也可以把這個列表有沒有 選起來之後 特別之後如果你要刪除掉的話 不是按Delete 你必須要用什麼 常用裡面的這個叫做刪除 然後刪除什麼 刪除工作表的列 這樣才可以全部刪除 如果你不寫程式的話 可以用尋找 尋找完 特別說不是Delete 是必須用這個方法 叫做刪除工作表的列 它就可以把這邊的所有列 通通刪掉 OK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那不是寫程式 但問題如果今天要寫個 VBA的程式的話 該怎麼寫 其實邏輯 如果用我們之前講過的 還蠻容易 就是寫一個Fall回圈 那特別注意 Fall回圈的話 我是建議你不要 從上往下 找 因為如果你找到之後的話 那你找到比如說 6250 62505這一列 那你要把它刪掉的話 那假如你把這一列刪掉的話 由上往下 你會發現 它會把下面這一列 怎麼樣 再往上移動 所以這一列不見的話 下一列就會遞補上來 不過理論上應該不至於 會是下一列的日期 只是說 一般的習慣 如果是刪除的話 建議是什麼 反向回圈 也就是你由下往上找回去 然後找到之後把它刪掉 這樣的話比較不會造成問題 所以我們寫的方式 因為前面有寫過類似的東西 所以我在底下就寫一個 Sup 叫做刪除日期列好了 OK 然後Enter 那裡面的話 我就寫一個回圈 反向回圈的話 是For i 等於 這個什麼呢 Range A1 向下追蹤的列 就是一直往下追蹤 OK 最下面一列 到哪一列呢 到第二列就好了 因為特別注意 你這個欄位名稱 一定要保留 你不要刪刪到最後 連藍位名稱都沒有了 那就不OK了 所以我們 這個地方的話就到二列 後面的話 一定要加一個Step-1 為什麼 因為越來越少 如果你從上往下 不用Step-1 但是如果由下往上的話 那特別注意 就是要加一個Step-1 再來很簡單 我們找一下 如果Sales ID的A欄 就這裡面的資料 如果找到是 就是等於日期這兩個字的話 有點像是 我們按Ctrl加F 然後去找下一個 找到 就找到它 找到它之後的話 我們一般如果用 這個圖法鏈剛才是選它 按右鍵刪除 可是在VBA的程式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寫一行 叫Rose Rose物件 第幾列呢 因為跟你找到那一列 是同一列 所以你就Rose I列 後面加一個.delete 就好了 那就等同你把這一列給刪掉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然後一直跑到 第二列 找完沒有了 那就表示全部OK了 那最後的話 如果你要完整的話 你在這邊直接什麼 乾脆直接 把這個sub 複製一個在這裡 它全部下載完之後 你再去call它 call 刪除日期列 這樣子下載下來的 就沒有那個重複的欄名了 因為我剛剛 為什麼卡一下 因為我已經 把它寫好了 然後我在Rose 發現奇怪怎麼都沒有重複了 原來我已經寫好了 也說自己寫完 就忘記自己有寫啦 OK 所以其實這樣子 就不會有重複的東西了 OK 所以我把它Rose 基本上 很快就把七個 全部都把它執行下來 所以這個就是零售市場 全部下載下來 那下載完之後的話 他就幫我把 這個多餘的重複的 這個日期列 統統也一併全部刪掉了 那所得到的結果的話 應該 就會應該 這個總共有幾列 我們把他檢測向下 七萬零五十六列 減一 五十五列 OK 那這裡面的話 假如說我想 其實是2019年全部的資料了 那如果我想統計分析 每一個品名的個別的資料 當然理論上應該 你可以把他做什麼 先移除重複 跟之前一樣 比如說我今天品名 到底有幾個 你可以跟之前我練習一樣 不是就貼過來 貼過來其實就是 Copy過來 有沒有 然後在下一行就是 Remote Duplicate 就是做什麼 做那個移除重� 有沒有 然後有籃名 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三十四個項目 你會用個別的資料 把他分別放過去 你就可以做個別的統計分析 OK 當然你可以複習一下 其實另外就是 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其實另外還有一招 就是你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插入樞紐分析表 或樞紐分析表 如果你對這個樞紐不熟的話 其實可以把它熟練一下 為什麼 因為真的太好用了 OK 按確定的話 其實如果你假如說 你要分析各個 各個品名的平均價格 比如說品名 針對品名 馬上其實這個等於就一如重複了 他留下來的 總共就會兩 有沒有 就會是不重複的所有的品名資料 那你如果要計算他的平均價格的話 那你一樣把它放進來 他預設是加總 加總的話是把所有的單價加在一起 所以這這麼多 那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再把它點擊值 你可以發現他裡面有好幾種可以讓你選的 一般是 項目的話是裡面的總共 一般是把它算平均 整年度的那個平均價格 或者最大最小等等的 那最後的話 當然我剛剛習慣什麼 把這個 他的那個小數點 一般是取整數 看起來會比較清楚 OK 那你可以看到 那哪一種蔬菜或水果 從最貴的到最便宜好了 那你可以在資料 再做一個Z到A 排序一下 有沒有發現 所以你會發現 有錢人吃的就是這個 小番茄 如果他去買菜的話 都拿這個貴的 表示他應該家裡比較有錢 是不是 那如果你拿的都是下面這些 那現在好像已經慢慢到那個忘記了 那相對的是便宜 所以台灣算起來還有胡蘿蔔 這便宜 所以如果你為了要省一點錢的話 可以這樣分析一下 另外的話呢 我記得他還有一個功能 蘇牛分析表 還具備有一個分割資料的功能 就是你 假如說你要把小番茄裡面的資料取出來的話 印象中是直接在他的平均價格上點兩下 有沒有 小番茄有沒有 就全部出來了 而且他會把所有日子期都幫你帶出來 有沒有 是針對小番茄的部分 點兩下 連誤又出來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什麼 把資料做那個資料分割的話 其實還可以用蘇牛分析表裡面的這個功能 也可以做 這個功能叫做show detail 他有個range.show detail 他裡面有這個功能也是可以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這個蘇牛分析表做完 把它點兩下 你會發現 這個他就把整個年度的 這個資料幫你全部帶出來 那如果你跑個回圈 37種 37個全部都跑完了 OK 你可以把它重新命名 不過這個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再稍微了解一下 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大概主要講到兩個重點 一個是 如果我想要把這個多餘的那個列 就是那個日期的欄位名稱的話 那我可以刪除日期列 call他 另外第二個的話 你們可以再利用蘇牛分析表 比如說我想要分析什麼 所有蔬菜水果的價錢 哪一個高哪一個低的話 你可以利用那個插入蘇牛分析表 記得這個地方的話 把那個品名帶過來 把單價帶過來之後 再點這邊做資料Z到A排序 另外它有一個 不是不是 這邊還記得有一個平均 不然的話看起來 奇怪為什麼輕蔥 平均值 這個地方的話再日期到A一下 這樣的話 點它兩下 它會跳出你要的這頁面 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聚集錄下來 你會發現 這個也可以再跑個回圈 每個通通都可以幫你 各別獨立出一個工作表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如何刪除那個 多餘的日期的欄位的那個列 然後另外的話蘇牛分析表 我們 하겠습니다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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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